在这期视频中,Jayne将被足足40名猎人追杀,人数差距如此之大,会是Jayne成功打倒墨影龙,通关游戏,还是猎人们击杀Jayne赢下胜利呢? 游戏一开始,Jayne环顾四周,不断寻求着突破口,来回扫视几遍后,Jayne抬起手便给了Aunt一个大耳光,直接开始逃亡。 猎人们紧随其后,Jayne直接跳入水中,在小海藤的帮助下,Jayne瞬间化身迪士尼赛逃公主与猎人拉开距离。 之后Jayne发现了一个沉船,面对沉船中的大量物资,Jayne只拿了一个天梯,这是又要有什么骚操作吗? 只见Jayne重新回到岸上,欧皇附体的他眼前又出现一个废弃传送门,光速收下打火石和黑钥石,重新激活传送门并进入后,Jayne果断点燃天梯, 将传送门炸毁,但他万万没想到,Shayne早已恭候多时,面对手持铁键的猎人,手无寸铁的Dream以为死到临头了,Shayne却和他对起了暗号。 Dream成功对上暗号,Shayne信守承诺饶他一命,但转身就将传送门重新激活,让其余39个猎人成功进入下界。 面对猎人们排山倒海的追击,Dream节节败退,毫无招架之力,只能一味逃跑。 危机时刻,Dream集中升至,使用打火石筑形一条火线,想放缓猎人追击的步伐,但猎人们步步紧逼,丝毫不给Dream喘息的机会。 很快,Dream便被打得只剩一丝血量,这一次Dream还能死里逃生吗? 看到,Get him。 What? What are they doing?Oh my god!What? How!What?What?What did he do? Are you kidding?What just happened? Shayne săpó?Oh my god.Is this thing you wanna do?Oh dream,n NOOOOO、NO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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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、NOOO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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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Oh